hello,大家好,我叫音程文,目前在pingtype工作 很高兴在这和大家一起分享calsmatch2.0 使混动工程更简单这个主题 整个分享主要会包含五个部分 首先会先带领大家去整体看一下calsmatch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同时会介绍一下整体calsmatch的一个架构 接着我们会介绍一下calsmatch2.0这一个新版本里带来了一些什么新的变化 以及为什么calsmatch2.0能够去帮助大家去减少混动工程的一个步骤 和减使混动工程更简单 接着会介绍一下我们一个未来的一个计划 最后我会带领大家去看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demo 首先什么是calsmatch calsmatch最早是起源自Tedby Tedby是一个封布式的一个数据库 起源于Tedby这样一个封布式数据库的一个内部辞实框架 我们逐渐在使用这样的一个测试框架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很多一些功能和一些部分的功能 我们可以完全可以把它抽象出来变成一个通用的一个测试框架 然后用到其他的一些测试里面去 就比如说用到了EDC的测试或者是其他封布式系统的一个测试里面 然后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一些公司和组织来去使用到这个平台 去帮助他们去进行混沌实验 同时我们在calsmatch最早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内部的一个测试平台 就是基于Gomunitics这样做的一个设计 所以在calsmatch在初始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基于Gomunitics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设计 后来我们就基于把这个基于之前的一个稳定测试框架 然后把里面的一些根源于故障注入相关 以及混沌实验相关的一些东西处理出来 然后并把它可以开源 然后后来命名它为calsmatch 然后所以就说calsmatch它用一句话去完整去概括它 它是一个原生的混沌工程 为Cognitics定制的一个混沌工程的一个测试平台 它主要提供一些可以让你在容器或者是POD 或者在网络或者文件系统或者内核 甚至内核上面去模拟各种故障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同时它提供一个非常快捷一个便捷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界面 帮助你去很好去管理和观测你整一个混沌实验的一个流程和一个测试结果 这里是一个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官网一个网站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repo 你可以去在我们的一个网站和repo上去找到一些更多的一些使用和一些介绍的一些信息 在我们在构建CalsMatch的和我们在开源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愿景 就是说以CalsMatch为基础 然后去构建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的营源生工程工程这样的一个生态 因为任何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理论等等来说 很多的很难的时候你并不能是通过一个工具 或者是一个很简单工具去把这所有事情都做掉 所以就是说我们想要以这个工具为基础 同时可以去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开源工具 来去构建这样的一个生态 可以去帮助去集合一些一次性可以快速复用的一些场景 或者是磁石案例等等 帮助更多的一些想要使用和能不能成的一些用户能快速去用起来 同时能够去帮助他们减少他们在使用混沌工程的时候的一个门槛 然后去帮助整一个不熟悉混沌工程的人 然后去快速的去真正把混沌工程在他们的一个生产场景 或者是应用场景上去发挥正大的一个价值和作用 另一个就是更长远的一个计划 也是说我们CalsMatch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就是把混沌工程这个事情变得一个更简单 比如说我们整一个CalsMatch一直从开源到1.0到2.0 就一直在朝着这一个目标去前进 去把CalsMatch把混沌工程这个事情变得一个更简单 可以让用户在CalsMatch上非常简单或者方便的去开始他的一个混沌实验 对 那后面我们会想继续介绍我们在2.0上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如何去朝着这目标一步一步去前进 这是整一个CalsMatch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timeline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CalsMatch它还是比较年轻 它可以看到我们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 然后去把它开源 然后同时在2020年的7月份的时候 它正式加入CNCF称为Sandbox项目 在加入CNCF一年之后我们发布了1.0的接约版本 和我们前段时间刚发布的2.0的一个接约版本 从整体上来看 其实整一个CalsMatch从开源到现在 其实也就两年 应该差不多刚好两年的这样一个时间 在这两年里面CalsMatch它经历了很多 然后从一开始只是想做一个故障诸物的一个工具 然后后来逐渐的迭代 然后去完善 然后朝着去构建生态 然后去把互动工程更简单 确定了我们正更加更加明确的这样一个目标 然后逐渐的去迭代1.0 2.0 以及我们正在设计的一个3.0的这样一个版本里面 接着我们看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架构 其实整一个CalsMatch架构它比较简单 它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 看作成一个叫Community词词这样一个插电 其实也可以说它是为Community设计的这样一个软件 整一个CalsMatch的一个执行流程 它可以从上往下可以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用户的一个观资以及管理的一个部分 这里面涉及到我们自己的一个组件叫CalsDashboard 也就是说用户可以在我们的一个CalsDashboard上 去使用表单或者表格的方式去提交你整个工程实验 然后同时可以在Dashboard上去观察你整一个工程实验的 一个结果和一个运行步骤 这里你当然也可以使用CalsApply或者是脚本的 或者是代码的方式去创建你的工程实验 或者创建你整一个workflow 然后整体这里面的所有的一个 不管你是通过CalsDashboard还是用CalsDashboard 等等一些方式 它最终的一个对象或存储都会落到了一个 KubernetesAPSO上去 里面KubernetesAPSO里面它主要是嵌入了一个ETC 然后它可以把你里面这里面提交的一些对象存储到ETC里面 同时它提供的这样一个watch的机制 然后接着就到我们整一个主要的一个调度和一个管理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这里面用到了我们CalsControllerManger CalsControllerManger它主要是说watch你这一个 KubernetesAPSO里面提交的一些对象的一些状态 然后比如说创建或者更新或者删除这样的一些状态 当你这里面有一些对象的创建了一些新的对象 然后我ControllerManger就会接收到这样的一个创建信息 然后我接着就可以去把它给解析成具体的一些调度规则 和一些后面实验注入的一些规则 然后它接着整一个调度完成之后 它会把具体的一些规则发送到KalsDemon KalsDemon是整一个主要的一个执行组件 KalsDemon它会以DemonSet的方式运行在每一个物理节点上去 也就是说你的K8CM这样的一个集权里面有多少的一个node上 它就每个node上都会去运行这样一个KalsDemon这样的一个组件 KalsDemon它主要是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 我接收到来自KalsControllerManger这样的一个请求 然后它比如说我要给具体某一个POD注入一个网络故障 然后KalsDemon就会找到这个POD 然后侵入到这个POD的一个NetworkS里面 然后去试着去干扰你的一个这个POD具体的一个 去虚拟网卡或者试着一些IPTables这样的一些规则 然后我们使用这种侵入到具体POD的一个NetworkS 或者是如果你是一个压力的一个词试 它会侵入到你这样一个PIDNS 它会通过这种侵入到具体POD的一个NS里面 然后去把你整一个故障的一个范围控制在这个POD内 这样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很方便的避免我们整一个故障范围的一个泛滥 或者是这样一个爆炸 这里面是详细介绍了一个KalsDemon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流程 比如说首先我们会先通过一个ControllerRuntime 去拿到具体一个应用的一个PID 然后这PID然后KalsDemon根据这个PID 然后去侵入到这个PID对应的一个NS里面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网络的故障 我会侵入到你一个NetworkS 如果你是一个压力或者是一个强占内存的这样一个故障 我会侵入到你一个PIDNS里面 或者是我侵入到MNT这样的NS里面 然后整体的一个就比如说网络的故障 它会使用一些去干扰你具体的虚拟网卡 然后或者是去设置ITables规则 然后如果是一个压力的一个模拟 它会去在你的PIDNS具体POD的PIDNS里面去创建一个StressNG 这样一个进程去强占你的一个CPU的一个使用 或者是强占你内存的一个使用 如果是一个文件系统的一些故障 它会在你的你这个POD内去取这样一个FUSE 这样的文件系统用户态文件系统服务 然后去劫持到你具体的一个进程的一个文件系统 Io的一个操作流程 把你整一个Io流程劫持到我自己实现的一个文件系统上去 然后最终再落到用户态的一个 最终再落到实际的文件系统上去 这样我就可以在自己的用户态文件系统上去 实现各种的一些干扰 比如说就一些那个Io的延迟 或者直接返回你具体的一些文件操作的一些错误的呢 这地方是整一个整一个CRD的一个定义 整一个CASMatch 它是使用了一个CRD的一个方式去定义 整一个混沌实验的一个规则 整一个可以看到我们整一个CASMatch里面 它根据不同的一些故障类型 有多种的一些CRD对象 就比如说Port Chaos 或者Network Chaos 或者Io Chaos Time Chaos 或者等等 包括我们的整一个在我们的2.0里面 嵌入的这样一个Workflow 它里面也是使用了这样一个CRD的方式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CRD CRD对象去定义具体的一个Workflow 这样一个流程 整一个CRD它是使用一种去扩展 Communities自定义资源的一种方式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用户可以在KPAR里面去使用 自己Communities自己的一些资源的方式 去使用我们这种一些自己给它增加的这种资源对象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用Google of Live GetPort Chaos的方式去获到我们整一个Port Chaos 混动实验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列表 这里面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正一个 一个Port Chaos的一个对象的一个定义 一个混动实验的一个定义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就要分为Selector 我们使用一些Selector的方式去限制你整一个 或者是定义整一个混动实验的范围 这里面使用LevelSelector 也可以使用AnnotationSelector 也可以直接在这个Selector里面去指定具体的哪些Port 这个Duration具体就是说我们整一个故障的一个持续时间为30秒 这里面我们也可以去把它给删掉 删掉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这一个Port Chaos被创建之后 整一个故障就会一直持续 直到你这个Port Chaos这个对象被删除的时候 这里面ActionSupport Failure 就是说模拟具体某一个Port的持续不可用 就是这里面就是说模拟我这个Port的持续30秒不可用 然后这里面Kind的是Port Chaos 如果你这里方是Network Chaos 你这里方就可以改成Kind等于Network Chaos 这非常简单的一个CRD的定义 你当把这个CRD对象创建到Google Apply 或者是在Yaml文件上或者是在Dashboard上去提邀 你就可以去创建你这样的一个故障的一个场景 接着是一个workflow的一个引擎 对就是说在KindersMatch 2.0里面为了去更加方便的一个方便 用户去管理或者定义多个故障的一个组合 同时在这样的一个流程里面去定义整一个应用状态的一个检查 整一个在2.0里面我们是实现了一个原生的一个workflow引擎 整一个KindersMatch的workflow是为KindersMatch定制的 可以它整体的定义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就是workflow的名字还有一个入口 还有整一个模板的一个list的一个数组 我们可以看这里面例子 就是说我们在Kind选择这样一个workflows 然后定义这样一个名字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入口 然后还有这样一个模板 跟这里面我强调需要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里面的这个模板主要分为五类 一类就是一个变形的模板 变形的模板 还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故障类型的模板 chaos模板 还有就是暂停的模板 还有这样一个task 自定义任务 用户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自定义任务里面去 创建自己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12脚本 或者是应用状态检查的一些方式 同时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所有的一个模板里面选择一个入口 然后试试到这入口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真正执行的时候 从入口出发 然后去找到具体的某一个模板 然后模板里面是否有一些子任务 或者子模板 然后再去找到具体去执行 真正它执行的时候 它会像一棵树一样方式去执行 就和这里面有点 和这个图可以看到 先去入口 然后找到一个模板2 然后模板2 如果它的一个子模板是模板3 它执行的时候再去找到模板3 然后如果模板它有一个平行的模板 或者子模板是模板1 它最后再去找到模板1 也就是说它整一个workflow执行起来 它就像一棵树一样 从根结点 然后一点点往下去找 这样去执行的方式 也就是说 可以看到整一个我们的一个workflow 是非常简单的 也就是说我们很方便是通过压盟键 或者是一个dashboard的方式去管理 或者创建我们这个多个混沌实验的一个组合 接着我们详细重点来看一下 KelSman2.0里面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 首先在应用性方面 在KelSman2.0上面 我们把整一个dashboard做了一个进一步的优化 然后我们可以让之前我们创建一个混沌实验 可能需要多步 现在我们在整一个dashboard上 只需要一步或者两步的方式 就可以去创建一个单独的一个混沌实验 同时也就是说 我们在整一个dashboard上去减少了 整一个混沌实验的一个创建步骤 另一个就是说 在整一个在KelSman2.0里面 我们结合了一个communalist原生的一个even的一些机制 我们使用这种even的机制 去展示整一个每一个混沌实验的创建的步骤 和具体的一些实验信息 同时在dashboard上 我们也去展示着这样的具体一些信息 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我们整一个even的信息 也就是说我们整一个可以在dashboard上 可以去通过even的方式去看到 我们每一个混沌实验的一个具体的一些 步骤和当前执行到哪一步 和这个步骤里面涉及到哪一些操作 同时我们还提供了一个KelS Control 这样一个工具 帮助用户去debuck debuck问题 当我们遇到一些 没把很容易看到的一些故障的时候 或者是些我们本身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KelS Control这个工具去帮助我们快速去订问问题 同时也可以使用它去帮助我们去快速恢复我们某些故障 这样一些成绩 在功能方面 在KelSmart 2.0上面 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schedule这样的一个对象 其实这个对象有点类似于CMNX原生的一个Chrome Job 这样的一个定义 也就是说我们的schedule 在schedule里面你可以定义一些调度规则 比如说时间每多少天或者定时这样的一些规则 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做某一个混沌实验的时候 我们只是想要在半夜某一个时间点上去做什么 做这样的一个故障注入 那我们就可以实际上schedule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在定义好这样的一个Chrome这样一个规则 定义到具体的某一个时间点 同时我们也可以使用它 比如说我们每隔一个小时 或者每隔15分钟去运行一次 也可以也使用它可以去做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另一个就是之前介绍的 就是我们整一个KelSmart上2.0里面 引入了这样一个原生的一个编排引擎 用户可以使用这样一个编排引擎 去管理或者是定义多个这样混沌实验的一个组合 这样形成一个完整的混沌实验的一个场景 同时可以在里面去定义 去整一个定义整一个定义这样一个 应用状态检查的一样步骤 这样把整一个混沌实验通过这样一个workflow去串起来 比如说我们第一步做这样一个网络的故障 去检查一下应用的状态 如果应用状态有问题 那我们就直接退出或者是到下一步 或者是跨过某一步 或者是发相关的一些告警等等 如果是正常的话 那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比如说去执行一个词盘的故障 然后或者是同时去执行一个网络故障 然后变形的这样一个故障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种workflow的形式 去定义完整的一个混沌实验的一个场景 也就是说我们在KelSmart上2.0上 你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workflow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方式去运行你一个更加完整 或者是把你整一个混沌实验的一个步骤都使用它去整个管理起来 然后去使用workflow 同时我们在整一个dashpool上 你也可以看到整一个 它整一个每一个步骤的一个执行流程和一个之间的相互关系 同时在2.1版本里面 我们也会去增加上每一步的一些 每一步之间的一些对应关系和一些那个event的信息等等 同时在2.1里面 我们新增了很多一些新的一些故障类型 比如说Stress Kels, DNS Kels, JOM Kels,IWS和GCP Kels, HTTP Kels IWS Kels和GCP Kels 就是说用户可以使用这两种去直接去调用一些IWS和GCP的一些平台的一些接口 就比如说给某一个节点去一些IWS节点去让它去停机 或者是重启或者是IWS S3一些磁盘或者挂载这样的一些问题 可以去模拟这样的一些问题 JOM Kels就是说如果你的应用是基于JOM 可以去模拟更加硬成的一些故障 比如说某一个类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故障 就比如说一些函数的一些延迟等等 DNS故障就是说你可以去模拟一个DNS 自己是失败或者是某一个返回一个错误的IP 或者是直接随机的一个 或者是说直接找不到具体的某一个IP等等 Stress Kels这个比较好解释 就是说去模拟某一个CPU或者是内存的这样一个故障 或者是刚才应该是模拟CPU或者内存这样的一个压力 这样的一个情况 ITKels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个故障类型去模拟具体的某一个 ITTP请求这样的一个网络上的一个故障 就比如说ITTP请求这样的一个延迟 或者是某一个包头的一个错误的呢 另一个就是说我们引入在2.0引入这样一个KelsD 这样一个新的组件 然后去直接去干扰一个非亏 非CPU节点上这样的一个故障 就比如说你可以使用它直接在一个单独的一个虚拟机上 或者是一个物理节点上去运行这样一个组件 然后它可以直接在你这个物理节点上注入一些故障 又可以去模拟一些你VM层次的一些故障 就比如说你的一个在你的应用没有去基于Communities 那我就可以使用KelsD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同时我们在2.1里面KelsD和KelsMatch 这两个组件是混合起来 你可以在KelsMatch-Ball上同时去运行正一个K8的一个环境 和非K8环境这样一个混的实验 在安全方面 安全方面KelsMatch在2.0上引入了这样一个安全认证的机制 整一个KelsMatch的一个认证机制 是基于Communities IBS-E的这种权限管理 就是说我们在创建这样的一个用户的时候 他会先要求你去创建一个Service Account 然后去绑定具体一个角色 一个class role或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个role的角色可以去跟你具体应用 就比如说你某个用户 我对访问某一个应用有这样的一个权限 我可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访问权限创建这样一个role 然后把这样一个role去绑定一个Service Account 然后通过这个Service Account的一个token来拿来去登陆这样一个 KelsDashBoard 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说你具体某个用户对某个应用有什么 有什么操作权限 我就可以把你整一个混沌实验的一个操作权限 和你这个用户的一个操作应用的权限去绑定起来 这样避免一些某些用户 他一些误操作影响到其他他没有权限的一些应用 这样很方便把整一个 你对应用的防控权限和整一个混沌实验的一个权限给绑定起来 接着就是说我们下一步计划了 就是说整一个CaseMatch 我们下一步就在应用性方面 首先我们会去提供这样一个统一的一个管理的一个平台 去帮助用户去做调度整一个非KPA和KPA环境这样一个混沌实验 同时我们会提供一个更加简单的一个状态检查的一个机制 和一个完整的一个报告 另一个在我们会在应用性方面 我们会提供更多的一些log和matrix的一些信息 安全性方面我们首先我们会和更多云 然后去做这样一个配合 然后去支持比如说GCP和IWS这样的一些账号登录 然后同时我们会提供这样一个 在CaseControl这样一个组件上面 去提供一个强制恢复的一个功能 帮助用户去当我们某一个做混沌实验的时候 出现异常的时候 我们可以实际上这样工具去强制去干扰某一个混沌实验 同时我们会提供一个Plugin的一种方式 帮助用户去扩展我们整一个混沌实验的一个类型 故障的类型 然后后来我们会再去构建这样一个Hub 去帮助我们去分享和共同去分享这样的一个插件 然后以及去分享我们这样的一个故障的一个场景 这样用户新用户在可以在我们这样一个Hub 上去直接去找到自己需要的一些故障类型 和我们需要的一些应用场景 然后拿来可以直接用在自己的一个环境下 很方便的一个减少他们整一个用户使用的一个成本 另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去把Cal Smatch 和更多的一些生态工具去做整合 然后就帮助他们把Cal Smatch 用在各种一些场景下 比如说用在Argo 用在各种CSD的一个流程里面 或者是整一个GitA Action里面 你整一个在你的一个CLCD流程里面也很方便的可以使用Cal Smatch OK 接着就是说Cal Smatch它整个是使用 你提供一个HAM的方式 你可以快速使用HAM的方式去 如果你是一个生态环境和一个正式的环境 我们推荐使用这样的HAM方式去安装Cal Smatch 同时如果你只是想在自己本机去快速去试用一下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种脚本的方式去使用 去安装测试使用Cal Smatch 同时在我们的官网上也可以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 一个教程 它整个教程会把你在在线创建这样一个K8的环境 在上面去使用整一个Cal Smatch 这里面我们接着我们会有一个一个demo的时间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demo 我们主要是使用Cal Smatch去创建一个网络的故障 看我们如何在我们的一个Cal Smatch上去模拟一个网络故障 这里面我们会使用一个自己创建好的一个应用类型 一个应用我们叫做一个那个web show这样的应用 因为在这个应用上你可以通过这个应用 能看到我们整一个网络变化 为了减少整一个时间的话 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我这边提前创建 安装好了一个Cal Smatch 可以看到整个Cal Smatch 它主要分为三部分 一是KaosController Manager 然后还有Kaos Demo 还有Kaos Dashboard 这三个组件 对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Kooper GetPode 然后 默认我们Cal Smatch 装在了Cal Smatch 这样的一个NS里面 我们可以用 Kooper Get GetPode -Cal Smatch -Testing 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检查一下我们具体的一个进程 或者应用的一个运行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一个Pode 都是一个running状态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我们在正常 我们在default的NS 安装了这样一个应用 这个应用叫做webshook的应用 它是一个deployment的一个方式去运行 OK 我们回到这里面 我们这是我刚才安装的一个Cal Smatch 这样一个Dashboard 对 我们看一下 这是 这是 这是刚才安装的一个那个 webshook这样的应用 我们可以在这个webshook上去看到我们具体的一个网络变化 就比如很简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的一个 它主要是说我们webshook这个应用 它会具体Pode某一个Kooper System下一个Pode 然后去检查具体一个PIN的延迟 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体的一个PIN延迟都是在 应该是在1毫秒以下吧 然后我们过后给它注入转一个网络延迟 会在10毫秒 然后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应用的一个状态一个表现 我们这里直接使用Dashboard 我们单独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一个可以分为一个workflow的 schedule 然后还有experiment 这里面experiment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混质实验 schedule就是创建一个类似于crunch up这样的一个试验场景 workflow就是创建一个完整的一个多个混质实验的一个组合 还有里面去定义整整一个故障的一个应用状态检查的一个步骤等等 这里面我们为了快速实验 我们只使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单独对控实验 我们可以看到创建这样混质实验 这里面去 这样选择 这样环境 然后这里面选择我们这一个找到network 就是说网络攻击 然后在里面选择 我们这里面可以去创造网络分区 网络丢包 或者是网络包损坏 或者网络在关这里面我们最简单选择一个网络延迟 这地方可以去直接输入你网络延迟的值 这地方比如说我设置10毫秒 然后这里的getter是一个网络一个来回抖动 然后相关性 然后一个方向 然后这一个还有就是可以设置具体的一个对应具体 哪一个pod去有这样的延迟 这里面我们直接不选 就是说他会对所有的pod都有这样 这样的一个10毫秒的延迟 当我们确定好实验的一个具体 混沌实验的一个那个行为之后 我们来选择我们整一个混沌实验的一个范围 这地方我们可以使用一些selector 就比如说我们selector是defaultns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哪一个被选中的 是这一个websource这样一个pod 我们也可以在设置一个websource这样一个level 然后我们最终可以看到他这最终的应用作用的目标 就是这一个websource这样一个pod 这地方我们给他起一个名字叫delay networkdelay 对 然后这里方就是说比如说我要这个网络故障要持续 30秒或者是说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网络故障都可以 我们这地方可以如果一直让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网络延迟的话 直接点他如果是要给他具体的一个时间点 嗯固扰持续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方设置一个持续时间 在我们这地方可以持续30秒30秒对 然后我们可以提交 提交我们的固扰线 对 可以看到我们持续的状态我们可以点开 点开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一个固扰线 你可以看到就是里面是他整一个执行的一个 呃 even的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呃 具体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对 你看sever apply chaos for default websource这个这个这个pod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里面具体给哪一个pod 注入了呃 什么固扰这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 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一个实验的一个 加盟文件的一个配置机器 也就是说我们整一个在dashboard上 他其实给整一个呃 control manager 提交的还是这样一个加盟文件 只是我们通过dashboard去这种方式去简化 你定义亚文件的一个固扰 我们这里面有基本信息 你看他整一个状态的光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 哎 看到他这里装的一个网络固扰 那一个网络的延迟从之前的1毫秒以下 然后去变成了一个11毫秒左右 然后持续了30秒之后 他回到了一个正常状态 对呃 呃 这里面如果我们你看他已经finish的 也就是说他这地方已经你的持续时间已经结束了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给删掉 呃 直接把它归挡掉就可以了 对 如果您想是每隔多久去持续多久 持续这样的一个固扰实验的话 或者是这样一个网络故障的话 可以用schedule这样的一个呃 对象的一种方式去创建这样一个固扰实验 这很简单的一个demo 同时我们也可以使用workflow 就比如说去创建这样的一个 变形任务或者串行任务 然后都可以 ok 然后回到这里 就是说呃整一个呃混沌实验 或者是整一个混沌工程 整一个领域还是比较新的 然后还是一个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也我们整一个cosmatch也是比较一呃非常年轻的一个项目 如果我们比较感兴趣或者是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了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我们的比如说在我们的gethubrepo上去提这样的一手 或者是呃直接提这样的一个pr都可以 或者是呃在slug上cncf的这样的一个slug里面 去找到一个projectcosmatch这样的一个channel 然后去把你的问题或者是你的想法发送到channel里面一起去讨论 或者是关注follow我们的一个twitter或者 嗯呃这样的一个channel都可以 ok呃非常感谢呃我的分享呃到此结束 谢谢